近日记者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 该院近日在中国最早确认的八文化遗址 东笋坝遗址的出土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 发现了排列规律且较为完整的八文化竹编制制品 属重庆地区八人墓葬中的首次发现 此次发现的八文化竹编制制品 是修复人员在清理一件出土鱼 传冠葬的战国青铜辅赠时发现的 初步估计距今已有2200年 该竹制品的造型与竹垫或竹臂有些类似 在现代烹饪中 这两种器具常见于蒸锅底部防止糊锅使用 后期我们还想开展更深一步的检测分析 一方面我们会做碳石室测年进行标准年代测定 同时还对它的内部残留物进行检测分析 以推定它跟我们出土的同谋之间 是否有一定的使用和相互关联 甚至还有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东笋坝遗址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 铜冠义镇东笋坝 分布面积约1万平方米 该遗址出土的 以传官葬为代表的一批战国至西汉墓葬 对探索川渝地区八文化特征与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传官葬是以整根木材加工制成的独木舟作为装链尸骨的葬具 是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古老葬俗 重庆市继上世纪50年代对东笋坝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后 于2020年9月再次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 据了解在重庆地区 由于土壤气候等因素 这样较完整的早期有机制的文物能留存至今非常罕见 它是经过了很特殊的一个埋藏环境的保存 就是例如我们这个墓葬的高密度黄泥 以及这个我们在铜器底部受铜离子的这种抗菌的作用下 是它保存至今 这个目前在重庆地区的八人时期的这个文物中 是唯一的一件有机制的文物留存至今 所以目前来看是八人文化反映当时人类的工艺生活 以及习俗很有利的一个实物证据